那么下面我们将进行一场 中国和泰国两位全霸的恩怨之战 下面将登场的这一位 被称为金鸿江通参 他战胜过杨卓 战胜过铁英华 那么截止目前 他是中国运车员面前一座 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峰 那么应该在两年之前 他TKO了邓泽奇 那么今天这一场复仇之战 就在上海打响 让我们有请 泰拳新一代领军人物 四届WBC世界冠军 WMC世界冠军 我们有请金鸿江通参 我们有请金鸿江通参 有请金鸿江通参 And now we present to you our next battle at 65 kil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场就是泰拳小猴员邓泽奇 两年以来邓泽奇取得了很多的战绩 他两次战胜了世界泰拳排名第一的勒德斯拉 到目前为止邓泽奇几乎决原了我们在欧洲的比赛 因为欧洲的运营员只要一听说邓泽奇来 全都不打 所以邓泽奇只能打欧洲以外的比赛了 同时这几两年邓泽奇在不停地训练 而且自己也搞起了新农产品的养殖 养了很多的憋 这特别是为了参加今天的比赛 他几乎每天都把那血当水一样喝 补得非常好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对同时我更正一下 江东猜唯一只输给过杨卓 不是战胜过杨卓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大东翔武力风训练营 泰拳小侯爷杨卓 在自己的状态充满信心 长江中美杨卓奇 你问我遗憾吗 确实有点 但后我并没 对我来说 胜负并不是比赛的全部 打得够爽 才是我乐爱这个内战的理由 很多人由于太在乎苏宇 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 而我不会 每一次我都在超越自己 直拳 飞吸 寻找着自己的极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债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做战畽目 尝到第14亿 阿琪道歉 因为我更正了杨卓 却测过了阿琪 所以我要欠你两次介绍 来 第一次 他就是 邓 左 麒 来 第二次 更想念一点 他就是 邓 左 麒 我们扯平了 祝你好运 场上三位 陈磊 比赛现在开始 your referee for tonight's fight 陈磊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武林峰全球公布圣点 65公斤级的比赛 好 作为评论员 我们也再还给邓泽琪一次 好吧 邓 邓 邓 琪 邓 琪 邓 琪对阵江东猜 江东猜让我们的蔡老师 给帮助观众一起回忆一下 这个选手 好 江东猜他的一个丰富伟业啊 大家应该都很熟 那我有去再特别问江东猜一下 这一次打算怎么跟这个邓泽琪来打 他回答很妙很简单 他说上次KO他太快了 这次应该不用什么准备 也可以很快KO他 你说气不气人 哎呦 很小气啊 江东猜 这一天手11岁的职业联赛 15岁就拿到了江南农 118磅的冠军 06年WMC的冠军 童年江南农57冠冠军 08-09 WBCMUITAI的126棒的冠军 1112 WBCMT的135棒的冠军 哎呀这个选手的战绩可以说让我们 甚至有一点仰视他 KO过李腾 TKO过张军勇 赢过邓德琪 赢过铁英华 赢过郭东帽 赢过邱剑梁 赢过邱剑梁 赢败给杨卓 然后胜过西安 而且他对杨卓那一场他肯定于谎 没错 那江东猜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泰拳选手里边 把泰拳和自由伯基融合的最好的泰拳选手之一 是的 啊 这位选手不光是这个泰拳的选手 而且拳击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嗯 他曾经有他有两位克星 打了三次都打不赢 哎 那位今天有一个今天来了叫做哈坤 哈哈 啊另外一个是泰拳 两个都是他克星没打不赢 没错 江东猜本人的这个属于这个技巧型判定选手 他的这个KO能力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强 还是以这自己这个比较细线条的那种比赛的技巧为主 我们看 哇 郑菊 哇 今天有重拳 连续的重拳 非常 生猛 这个 哦 其实他的拳的连强并不是非常的对 但是连续的连击点 找的特别的准 就是暴风咒语般的这种状态 在同一点的切入的话 都能其实很难防御的啊 对没想到刚刚邓泽棋竟然转不出来 还被关在那个厕所角落里面了 对被挤在了神脚边上 我们看前面他的拳击基础现在出来了 对 前点 啊又撞了又撞了 啊 啊 有了 就让我们看到他的 对 不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